好人家猛角有三多嘛 刚刚讲到富豪多 这个赌场多女人多 赌场多就会怎么样 警察该怎么处理 曾经有一个分局长 我那时候在那边跑新闻的时候呢 那么听到包括黑道 包括赌场 包括赌博电动 他们私底下在传 大家出六千万 要把他调造成功 你知道吗 绝对没在这 什么人呢 也就是当过台北市警察局长 跟警察大学校长的 实景观卸秀能 为什么呢 因为卸秀能事实上呢 他是由于苏林分局长 要调来芒芽分局长 那么他要由于苏林分局长 要调来芒芽分局长的时候呢 那时候就有记者同业 悄悄跟我讲 叫我要修理卸秀能 我想说我不认识他 为什么要修理 因为这个记者呢 开在士林夜市的电动情 去抢掉 你去讲也没用 你知道吗 你找谁来讲 找民意代表来讲 你是媒体记者来讲 都没用 他就要抢掉就对了 那他来万华了以后呢 那么谢秀能的个性 他不喜欢应酬 他跟其他高阶警官不一样 有个高阶警官会跟人家 应酬地方 媒体干嘛 他不喜欢 然后呢 他很喜欢穿着便衣 在自己辖区里面 Manga的辖区里面 你看Manga 那个时候还有这个 宝刀利 杂金 然后还有很多的赌博 电话干什么 他发现一件事 万华辖区里面有没有 那么有一些电动 可是呢 不管怎么检举都没有人来处理 你知道吗 后来他就做一件事 他就在Manga 跟着一个赫赫有名台北 台北非常有名的 连锁赌博电 外面的门外面 打那个公共电话 挑工自己跑派出售 然后呢 跑派出售后呢 那么就自己说 我还是要检举做什么 我没有这样 他来等 等看看到底怎么样 结果后来发现呢 有警察来 但来了以后 进去以后 就是虚音故事出来以后就回去了 他回去之后 对吧 本教掌条工去拍手 查那个电话记录 就是有民众不认为 调查电话检举吗 电话记录打电话 翻开说有检举 但是查无赌博 你知道他就觉得有问题 所以他就自己这个明察暗访 整个VANGA所有的 做记录了以后 有一天他请求资源 没必要把自己VANGA分局 给警官 他调什么 调保安大队 女警队 因为不是自己辖区里面的嘛 然后呢 调这些比较边缘的 或者是其他跟这个区 没有关系的拍手 突然之间无预警的 勤叫了以后 整个都弄下去 那么在VANGA很多 这个赌博电话店呢 他的外表都摆那个娱乐性的电话 但是那个墙壁啊 就是用木板那格间对吧 跟他一模一样 一用暗门推开以后 里面全部都是赌博电话 甚至有些啊 那个卡卡奥的 为了让这些这个赌客呢 那么一直在那边赌 赌到请家荡产 赌到不爱睡觉 还从那个空气 那个中央空调啊 给你弄那个安非他命 让他过来 让他们不爱睡觉这样子 后来就一举 全部都破货 然后破货了以后呢 很多那个电动玩具的 相关的机台啊 除了那个机板呢 主机板要拿起来查扣 随按移送之外 那机台都很大啊对吧 然后呢 查扣在这个分局的这个后面啊 放在分局的这个 等于说后面天下地都滴滴啦 那时他一个人来 只有那些赌博电动 不知道查个整个青带啊 整个都包括生命中的啦 包括芒家的啦 芒家的整个陆路附近的啦 两个整个队啦 我曾经问过他 为什么那么痛恨芒家 为什么那么痛恨这些电动玩具 他说一般案件里面堵到啊 有歹徒因为是打电动玩具 输了太多钱 去加持小朋友要勒鼠 结果一刀就把小朋友的脖子给抹了 是 所以他非常的痛恨 结果后来呢 到底 他们是不是真的有出六千万 我不知道啊 但他后来真的从万伐分机长呢 高升到那时候的 屏东县警察局长 好 这是